哇,這是什麼? 這麼粉紅鮮嫩的?是和牛啊! 你又幻想一下,如果這一碟東西在香港吃的話 一碟就在說,你猜要賣多少錢啊? 這一集,馬家貓就繼續在東京攝谷街頭漫遊 晚上就來到這一間和牛的放題店 整個雪櫃的和牛任你吃啊! 準備好的話,我們就一起乘飛機出發啦! 你自己的聲音,你會變得更大 你自己的聲音,你會變得更大 很美麗的景色,你會讓我來看 請多多,請多多,請多多 由东京站搭了很多个站的地铁之后,马家猫就来到表参道这一道了 马家猫就打算在这里走去元宿和涉谷 在表参道这一道,你有钱就很多东西走的 你没什么钱的话,这里全部都是名牌店 马家猫就去元宿那一边,这一边的东西就便宜些 这里有家费款,就是类似香港的12元店 这间的店铺,如果东西没特别标明价钱的话,就是300日元 300日元除开,都是十几元港币 那就尽管进去看看,这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买 这个好玩,这个是小朋友的尿兜 尿兜上面就有两只耳朵,不要说小朋友觉得他有趣 就算马家猫见到他,都真的很想在上面小便 你里面又见到300日元有这么多波波 在家里整个波波池,真是不再是梦了 由元宿再向着涉谷一直走,就会见到这个新商场 新商场上面,你会见到一些草 那里就是新开的公厦公园 公厦公园这个地方 马家猫来之前,都看过其他的YouTube片 其实跟你家里的公园都没什么分别 所以我们不去,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 我们要去的,就是现在传摄局最出名的景点 Shibuya Sky了,如果你真的要来这里的话 记得去KKD那些地方,买好票先啦 因为你就敢来到这里,你看看这里写什么 We have sold out of tickets for today 哎哟,就是买了些票 那如果现在才来到没买票的话,那怎么办呢 买票的时候,就要选择个入场时段 而入场的时候,真的又会有人看看你的QR Code 看看你是否属于那个时段 马家猫来过几天,最多人选择的时段 就是接近日落的时段 那你来到的时候,又可以拍到日头 又可以拍到夜晚,还可以拍到日落 要冠冕堂皇这样形容这里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空观景台 但是你上来之后,就会发现这里 其实只是一个天台 那等马家猫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天台 究竟又有什么看啦 我的天哪 一 hätte的 天台就上到來了 這個就是整個天台裡面最多人排隊的地方 究竟這些人排隊去哪裡呢? 看真點,原來他們排隊是拍照 這裡有個位子拍照就是最漂亮的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三角形位置 但是你又看到前面有個工作人員拿著iPad iPad裡面寫著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如果現在要排隊的話 起碼要等一個小時 躺在網上曬太陽 更好過在這裡等一個小時 所以馬家貓又繼續前進 走多上幾級樓梯之後 發現這裡原來是一個直升機屏 馬家貓就四圍看看有什麼看 東、南、西、北 哎呀,四個方位全部看暈了 屋看上去都好像差不多樣的 來你一個的景點呢? 好看你的運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南天白雲來的話 拍出來的效果應該會漂亮很多 但是今天天陰陰了 拍出來就好像現在這樣 如果你來那天還撞正下雨的話 恭喜你了這次 戶外的那些觀景台全部不用去 你可以留在現在見到的這個位置慢慢看 就要排一個小時才可以站在那裡拍照 這一個的三角形沒有人排隊的 你隨便隨便站在那裡拍了幾張 再回去撿一下照片 就當在上面那個位置拍完就算了 這地方就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不會走到累就坐得喝杯飲料 但是當你走到悶悶的 就在那裡喝杯飲料看看風景 好快我們就落回攝谷的地面 這一個就是最出名的攝谷繁忙十字路口 看下看下 你一個攝谷繁忙十字路口 跟平時在電視看到那個好像眼睛不同 哎呀原來馬家貓站在那裡 站在對面拍過來 那拍出來當然不同了 哦錯了就算了 免得拍過 因為現在馬家貓呢 到時候吃和偶放題了 就在攝谷暴行區裡面的這一棟商業大廈裡面 馬家貓就找到一間和偶放題 這一間呢就叫做玉屋環丁 嘩有個日本妹跑出來迎接馬家貓 馬家貓有點害羞 進去這一間餐廳之後呢 地方其實不算很大的 這一間就六人桌了 但如果你兩個人來的話呢 就會坐這一間窗口位了 在這裡呢就可以排排坐吃燒肉 但是你不要以為外面有風景看啊 全晚上都是反光對著自己的樣子 這一間的玉屋環丁呢 除了攝谷這裡有分店之外 其實在秋葉園那裡都有分店的 但是攝谷這一間分店呢 就可以吃120分鐘 在那邊那間分店就吃100分鐘 所以馬家貓最後就選了來攝谷這一間的分店了 如果你試試搜尋一下這一間餐廳的名字呢 你會發現很多關於這一間餐廳的報道 有博家啦 有Foodie啦 還有很多雜誌報紙 還有電視台 那究竟這一間餐廳真的那麼好吃啊 還是馬家貓這次都中了賢稿呢 繼續看下去你就知道答案 首先看一下你這裡的價錢先啦 你會見到雞拿這麼大的字寫著4980和5980的 4980呢就是飲汽水 5980就是飲酒啦 嘩嘩 4980只算回到港幣的話 不就是200多元 千萬不要開心得太早啊 4980吃那個其實是國產牛來的 你要任燒和牛的話 其實就要加多2000日圓 即是6980了 在自助巴那裡拿了夜飲之後呢 就準備開始燒肉了 像馬家貓呢 又用這麼小的杯再點可樂回來 現在見到的這一盆東西呢 沒得走的啦 你就算給4980又好 給6980又好 他一開始的時候都會給你這一盆東西 這盆東西呢 你猜一下究竟有什麼用啊 其實作用很簡單 就是先吃飽你的肚子 就算你是叫了任吃和牛的餐 你都要吃完這一盆東西 才可以出去任拿和牛 哎呀那不要管那麼多了 發發醉消滅了這一盆東西先啦 嘩你看看 馬家貓專業級的開鑊 拿著牛的脂肪在這裡擦擦擦擦 整個鑊已經起火了 這個拼盆裡面呢 就有些國產牛在裡面的 還有些豬肉和牛的內臟這樣的東西 裡面還有一塊粟米 千萬不要給這個拼盆 擔問你那麼多的時間啦 因為你在這裡吃東西的時間 就只有120分鐘 馬家貓呢 大約就用了20分鐘左右的時間 消滅了這個拼盆 之後呢它會有部機給你的 這一部機呢就是用來下一些配菜 配菜究竟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都不少的 有一堆呢好像你吃韓燒的時候 那些前菜這樣的東西給你選 好像泡菜呀 魚仔那些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均衡飲食的話呢 這裡還有菜給你叫的 有不同選擇的沙律 但是如果你要吃得飽一點的啦 這裡都還有些飯呀 湯呀那些這樣的東西啦 馬家貓啦 當然不會叫飯和麵回來啦 隨便按下部機 試一下部機有沒有壞呢 按些菜回來 看看好不好吃 吃完拼盆 吃完這些前菜之後 是時候我們要進攻今天的和牛啦 吃和牛呢 這裡都有個挺特別的方法的 每台就會和分配這一塊板 他就會寫著呢 兩個小時之後 究竟是多少點 到時你就要走的啦 而走之前的半個小時呢 是不可以再拿和牛 在這裡拿和牛的方法呢 超瘋呀 外面呢 有整個大的雪櫃在這裡 你拿著塊牌出去 告訴他 你想要哪一個好數的和牛 要多少塊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加了2000日圓的話呢 就可以吃剛才見到 1-5號的和牛 和這些牛舌 如果你沒有加2000日圓 只是給4980的話呢 就可以吃其他的國產牛 即是現在見到的這些啦 其實 日本的國產牛 又怎會不好吃啦 但是當有和牛存在的話呢 大家都會總是覺得 和牛更加好吃的 人就是這麼壞的啦 馬家貓就加了2000元啦 所以呢 怎麼都是拿和牛的啦 這裡的和牛呢 有些就一粒粒 有些就一片片這樣的 但其實 是什麼部位來 馬家貓 當然是不知道啦 其實你拿和牛的時候呢 都不用知道它是什麼部位來的 因為每一個的和牛都會有一個號碼 你記住那個號碼 跟那個姐姐說 你要多少號多少塊 這樣就可以了 選好和牛之後呢 還要選多一樣東西的 那姐姐就會問你 什麼都不要啊 加點鹽下去 還是加點醬下去 那馬家貓的第一碟 就選了加點醬啦 香港吃和牛啊 好貴的嘛 小小的和牛呢 四至五塊左右 都百幾二百元的啦 如果去吃和牛放題的話 更貴 說著沒有七百元八百元的買單 應該走不了 那這一家店買單了 差不多港幣四百元左右 雖然不可以說是貧民 但是都便宜過香港一半啦 看很多YouTube片呢 通常都會形容 和牛燒肉入口即用 但馬家貓試過將一塊的和牛 含著在口裡 它又不用啊 那究竟搞什麼呢 吃完第一碟之後呢 馬家貓就出去 拿第二碟的和牛回來啦 這一碟的和牛呢 馬家貓什麼醬都不拿 那就可以更加看清楚和牛的樣子啦 除了和牛之外呢 馬家貓都嘗試拿些國產牛回來 看看究竟有什麼的分別的 見到這一條的牛舌 這麼厚這麼大條喔 不搶菜拿回來啦 燒熟它之後呢 嘗試咬斷別人的舌頭 這兩塊呢 就是國產牛了 燒完出來之後呢 雖然沒有和牛那麼多的油脂味 但是吃下去呢 牛味又多濃的 看下去也有些牛汁啦 再出去雪櫃那裡看看 嘩又鋪滿了 2號又好靚 3號又好靚 看過些 5號是試日精選啊 剛才沒有的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再拿多一盆和牛回去燒一下先啦 吃到這一刻呢 其實瘋子馬家貓已經吃飽了 這一盆的和牛 全部都是馬家貓自己一個石 這一塊長一點的那塊呢 就是5號的佳麗啦 你看一下多粉紅鮮嫩 看下去真的好像有些雪花在那裡 吃完這一盆的和牛 馬家貓對於和牛真的有一個新的發現 看下去呢 好像只有幾塊肉 不是很多這樣 但是原來 真是和牛吃到肚的話呢 是很飽很飽的一件事來的 那些和牛呢 就丟到爐那裡 又去慢慢燒了 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有一個任務 就是訂閱馬家貓啦 你究竟訂閱了沒有呢 訂閱了的話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按完小鈴鐺之後呢 有新片的時候 YouTube才懂得通知你 下一條片就厲害了 又回到香港 吃一個貧民自助餐 面對著這些和牛呢 馬家貓和瘋子馬家貓已經宣告投降 在這個時候呢 又拿回這部機出來 在這裡選甜品啦 甜品的選擇呢 就不是很多的 要是就這一杯橙色的布丁 如果不是了 就吃這個的泡芙 這個的泡芙呢 千萬不要小看它呀 咬開它呢 你看看裡面的奶油多滿 在日本呢 在哪裡吃甜品都好 不會壞的 說到這樣了 當然要再下兩個泡芙啦 下單之後呢 日本姐姐又走過來 跟馬家貓說了 大咩大咩 甜品只會每人一個的 你走去自助吧那裡 拿雪糕吃吧 吃飽了之後呢 馬家貓就去廁所了 嘩 這個廁所這麼漂亮的 在尿兜旁邊有個私人洗手盆 吃到這裡 這一餐又吃飽了 買單呢 雖然一個人 大概要400元的港幣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 吃這些的燒肉放題的話呢 起碼你要多給一倍的價錢 才能下樓啊 如果你來到這裡 你會選這個的和牛燒肉啊 還是吃國產牛燒肉就算了 記得留言告訴馬家貓 再LIKE這條片啦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的 拜拜